爱喝咖啡,意味性皮肤炎会大爆发?吃益生菌能缓解?营养师说。 气温变化剧烈,皮肤也遭殃,皮肤出现红痒,浅躁,脱泻,脑人的异味性皮肤炎又发作了。 网络传说,爱喝咖啡,吃咖喱的人,特别容易引起异味性皮肤炎大爆发,是真的吗?如果要减少异味性皮肤炎发作,吃益生菌真有效吗? 异味性皮肤炎,气喘及过敏性鼻炎常常合并发生。 异味性皮肤炎,又称湿疹,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,近几年研究发现,因为皮肤角质层屏隐障出现缺损。 水分从皮肤流失,病菌及过敏源容易侵入皮肤,并引起一连串的过敏免疫反应,因而造成一块块局部皮肤弘扬,前造脱泻,甚至严重者会均裂。 这些状况是慢性,反复性发生,成人常见发生位置在手背,足背,脚踝,手肘,手腕,颈部,背部,婴幼而则可能会发生在脸颊及头皮。 容易被忽略的是,一旦长期的骚抓,会造成皮肤增厚,纹路变粗,若严重骚痒,甚至可能引起失眠及绝部红肿发炎。 尤其,异味性皮肤炎,气喘及过敏性鼻炎常常合并发生,或是有相关的家族时,称为异味性体质。 为了避免有发异味性皮肤炎,甚至并发气喘及过敏性鼻炎,造成治疗上的困难,影响日常生活,平时应该远离危险因子,尤其是饮食有什么禁忌。 网络传说,爱喝咖啡,吃咖喱的人,特别容易引起异味性皮肤炎大爆发,真实性如何? 食物过敏会加剧异味性皮肤炎。营养师,仍有争议。 胃福部乐生疗养院苏佳华营养师表示,坊间常见一些说法,像是爱喝咖啡与巧克力或辛辣食物如,辣椒或咖喱,爱吃果敏原食物如。 牛奶,牛奶,小麦,鸡蛋,大豆,坚果类或者海鲜等,都有可能引发皮肤搔痒情况,转而引起过敏性皮肤炎,或循麻疹,甚至形成异味性皮肤炎。 其实,食物过敏个体差异大,回顾2019年过往研究宗论的文献中,食物过敏是否会加剧异味性皮肤炎仍有争议。 部分原因是食物过敏原暴露的症状是非常多类型,而受试者的样本数却偏少,因此,得到的结论可能有所偏差。 婴儿一岁前减少食用抑制过敏食物,有助减轻异味性皮肤炎症状。 如果家族中有食物过敏食者,可以先避开同类食物,怀孕的母亲在怀孕第三期及瘦乳期间。 婴儿在一岁前减少食用肠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。 食物,如、牛奶、蛋、海鲜、虾、蟹、小麦、花生等,均有助于延迟或减轻异味性皮肤炎的发作和症状。 对牛奶过敏食物,可感慰时是瘦的低过敏奶粉取代配方奶粉。 日常保养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,补充水分,规律运动和正常作息。 吃益生菌能减少异味性皮肤炎发作? 营养师说。 另有意说,减少异味性皮肤炎发作,吃益生菌有效,是真的吗? 苏家华营养师提醒,益生菌,Probiotics,主要指乳酸菌及少部分酵母菌种类。 研究中各类型乳酸菌能增进肠胃道健康,调整免疫机能,而被认为能改善过敏,改善体质的保健食品,事实上,目前医生菌在临床上研究使用仍十分有争议。 有研究报告指出,益生菌能延时异味性皮肤炎发作,而至今只有熟理糖乳酸杆菌,L,Rhymesis,G,G,And,B,Lactives,得到证实,无法代表所有的益生菌都有疗效。 疗效验症需要严谨的科学证据,无法以此类推,并不等于也能改善意味性皮肤炎。 建议如要选购益生菌类的保健食品,应留意安全性,菌种,疗效,活菌术,服用剂量,能通过肠胃道而存活下来,在人体生长作用的菌种,同时搭配益生质,Prebiotic,食用如。 蔬菜,水果,才能提供效益。 异味性皮肤炎无法完全根治。仅能减缓症状,避免并发症发生。 卫福部乐生疗养院家医科郭文翠医师表示,平时皮肤潜痒,平时可以擦一些保湿度高的乳液,避免洗澡水过热,或过度清洁,避免造成水分流失。 如果骚痒养院家医科郭文翠医师,避免造成水分流失。 如果骚痒严重,或出现红肿情形,应就医使用药物治疗。 异味性皮肤炎目前尚无完全根治的方法,只能减缓症状,避免并发症产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